作者 莫莫 眼波人 俱武八雅居 第3201集 变成一棵树 主人 疼不疼啊 目露的眼泪水又往下流了 那惨烈的场景看得他心中发寒 更不要说之前置身在其中的阳开了 你要我们怎么做 目露的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 肉身被毁可不是什么小事 换作旁人基本已经认定死亡了 也只有阳开有温身帘庇护 现在情况还不算最恶劣 生生果 阳开只是他的双眸 我需要找人帮我炼制生生丹 目露的 那东西千年开花 千年结果 千年成熟 如今距离上一次摘下果子并没多久 你最起码还要等三千年 有办法缩短成长时间吗 阳开皱眉 尽管早就猜到会是这种情况 可当这话从木珠口中说出来之后 还是让人有些偷打 我去试试 目露说完 一转身便飞进了耀元深处 看那模样是一刻也不想耽搁 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缩短生生果的成长周期 木珠回头望了一眼 哭笑道 就算我们全力以赴 最多也只能缩短一半时间而已 那就是一千五百多年 阳开忍不住呲了呲牙 这是何等漫长的岁月 虽说他如今的修为来说 等个一千五百年也不算什么事 但要知道 他如今龙共活了才不过一百多年 不到两百年而已 这么一比较下来 一千五百年就有些恐怖了 你是碰到什么人了 魔圣吗 木珠倒是有些好奇 阳开到底是被谁给打死的 比魔圣还要厉害 阳开苦笑 那可是大魔神 整个魔狱的魔族都因他而生 一声令下 魔圣们都不由自主地听从号令 甚至奋不顾身地被其融合吞噬 木珠惊道 天底下还有这等人物 阳开随后回道 是啊 人家活了不知道多少年 他的情况倒是与我现在有些相似 肉身被毁 神魂存留了下来 不过那家伙没有温神连 区区神魂到底是如何能够存活数万年之久的 难不成他的神魂已经强大到了不死不灭的程度了 十万年 木珠更惊了 神魂是个很奇妙的东西 但凡有灵之物皆有神魂 但神魂同样是极其脆弱的 就算实力再强 没了身缺的保护 一旦让神魂暴露出来 用不了多久都会魂飞魄散 强如天眼 想从神游镜中出来 也需得先塑造肉身 木珠很难想象 一个人没了身躯 单靠神魂是如何存在数万年之久的 而且那人竟比魔圣还要厉害 到底是个怎样的存在 正想开口询问一下 却见阳开双眸爆射出金光 一脸若有所思的神色 口中还神神叨叨地念着什么 木珠仔细听了听 这才听清楚阳开的自言自语 不死不灭 不死不灭 阳开眸中的金光越来越明亮 忽然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主人指的是什么 木珠胡疑不解 不知道阳开到底想到了什么 竟如此欣细若狂 阳开两眼放光地望着木珠 重重地说道 不死不灭 不死不灭 你们没有想到什么吗 木珠隐约把握到了什么 还没反应过来 便见阳开的神魂灵体朝一旁飘去 很快来到了一株一人高的小树面前 木光灼热地盯着前方 那小树上雷奇的没有一片树叶 光秃秃地仿佛随时可能死去 可相反的是 这小树中却是生机盎然 可以说整个药园中 所有的植株生机夹在一块 也不及这一株小树的一星半点 不老树 木珠焦和一声 瞬间明白 杨开刚才为什么那么激动了 传说当中 只要炼化了不老树 便能成就不死不灭之身 届时便能与天地同受 与日月齐灰 木灵一族作为上古时期 便与各种灵花异草打交道的种族 对不老树这个传闻 自然不会陌生 但是那毕竟只是传说 是真是假 没人知道 甚至可以说 在遇到杨开之前 木珠和木鹿甚至都要怀疑 这世上到底有没有不老树这种东西 你要炼化他 木珠望着杨开 当然 杨开汗手 除此之外 还有别的方法了吗 生生果是一条出路 可那最起码要等一千五百多年 杨开等不起 可是你以前不是尝试过吗 木珠皱着眉头 杨开微微一笑 以前是尝试过 但没有以这种状态尝试 或许 或许这一次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那你万事小心 杨开不再多言 既已发现了另外一条出路 又有什么可犹豫的 大不了就一个失败 总比眼下干等着要好一些 神魂灵体化作一团精准的神念 徐徐朝布老树包裹过去 很快 整个布老树都被裹进了神魂之中 布老树是从下位面相遇的遗处 奇特秘境中得到的 杨开游记得 那秘境之中 还有一只七彩斑斓的神情孔雀守护着它 那神情体内散发出来的七药神光 无坚不摧 当时只感觉到 那神情孔雀强大无比 如今已经问鼎大地 以大地的眼光再回头看 依然觉得那神情孔雀不可立敌 那绝对不是下位面相遇该有的神情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地方 而得到布老树后 杨开也多次尝试炼化过 却始终无果 倒是布老树的树叶 让他救下了不少人的性命 付出的代价便是整个布老树 都变得如今这光秃秃的模样 不见一片叶子 正是因为屡次尝试无果 树叶也没了 所以杨开便没再关注过布老树 那个传说也抛之脑后 若不是这一次肉身被毁 深陷绝境 只怕也想不起这事 肉身不但是对神魂的保护 也是一种束缚 心神沉浸 抛却诸多杂念 失去了肉身 固然是极大的损失 却也让他得以用另一种 全新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世间万物本无相 如景中月 如水中花 天道无常 天行有常 不生不灭 不静 不够 生死之间有大恐怖 然而置之死地 方可厚生 心神沉沦 渐渐有了一种恍然大悟之感 药园中 木珠亚然观望 在他的注视下 杨开的神魂 包裹着布老树 肉眼可见的神魂之力 竟毫无阻力地 融进了那一株 一然多高的小树之中 很快不见了踪影 那清醒 看起来就像是布老树 将杨开的神魂给吞噬了 木珠大惊失色 连忙呼喊 主人 主人 哪里有什么回应 感知之中 甚至没了杨开的气息 木珠这下是真的慌了 杨开肉身被毁 最起码还有重塑的希望 可若是连神魂都没了 那可就真的是魂飞魄散了 怎么也想不到 这一次炼花布老树 竟是这样一副场景 若是早知如此 他说什么也会去阻止杨开的 喊叫声 惊动了药园深处的木鹿 小小的身影 急驰而来 问明情况之后 也待礼当场 续酒之后 姐妹二人对视一眼 抱头痛哭起来 木鹿道 猪猪也在哭 一边哭一边安慰 别慌 应该是出了什么意外 不可能这么无缘无故就没了的 木鹿道 那你赶紧想办法救他呀 对 想办法 想办法 木鹿不住地点头 姐妹二人对视着 小小的脑袋里 思维急速运转 伴上之后 木鹿道 木鹿道 想不出来 两颗小人又一次抱头痛哭起来 只哭得累了 才逐渐停息下来 木鹿擦了擦红肿的眼睛 要是组长在这里就好了 他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木鹿捏儿巴巴地说道 可是主人不在 我们也没办法离开这里 怎么去找组长 小仙界自成天地 这一片天地 从来都只有颜开和法身 才能打开 他们两个虽然在这里 带了不少年运 却也没开启的能力 那我们只有努力修炼了 只有强大了 才能撕裂这片天地 从这里脱困 到时候再去找组长 正说着话 木鹿忽然伸手扯了他一下 木鹿望着他问道 怎么了 木鹿姐姐 你看 木鹿伸手指了下 布老树的方向 木鹿顺眼望去 不禁亚然 只因那布老树的树枝 竟然在轻轻地舞动着 好似有人在身着懒忧一样 这情景让人瞧得 字字称奇 木鹿眼前一亮 主人没事 药园之中根本没有风 布老树在这里这么多年 也从未有过什么动静 这个时候枝条在舞动 显然是与阳开的神魂融入 进去有关 而在两个小木铃的关注下 那光秃秃的枝条 舞动得越发厉害了 仿佛在发着什么脾气 抽的空气都在啪啪作响 下一瞬 两个人的脑袋中 便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喂 我怎么变成一棵树了 这还搞个屁啊 这声音赫然是阳开的 主人 木珠瞪大眼睛 有些不敢相信地 望着前方的布老树 没错 是我 布老树一边枝条飞舞 一边回应着 那声音中满是郁闷 没法不郁闷 扬开神魂沉浸布老树之后 便忽然感到了一种束缚 紧接着就成了眼下这光景了 他虽然想炼化布老树 成就不死不灭之身 可怎么也没想到 会以这种方式成功 化身成布老树 确实不死不灭了 但这身体能搞什么呀 遇到危险拿枝条抽人嘛 更不要说 这光秃秃的小树 连片叶子都没有 杨开老师有一种 视身裸体的感觉 鼻涕多不自在了 看着前方那滑稽的景象 纵然知道此刻 不是该笑的时候 木珠还是忍不住笑了场 木鹿飞了过去 围着布老树转圈 主人主人 你没事吧 我这样子算没事吗 杨开一肚子恼火 木鹿被说得脑袋一缩 它们虽是木铃 天生亲近花草树木 但如果真的 叫它变成一朵小花 一株小树 也是无法接受的 更不要说 杨开好端端一个大活人 木珠宽慰道 主人勿怪 如今你既练花布老树 以置为身躯 只要努力修炼 来日未必不可化为人形 主人定也知道 草木成精一说 这世上有许多花花草草 经过漫长岁月的修行 成精化形 而且布老树乃天地质宝 这未尝不是因祸得福 说不定 等主人化作人形那一天 不但恢复实力 还能有所增进 言之有理 杨开想点头 却只能带动布老树的枝条 甩来甩去 可是你要知道 草木修行 本就比血肉枝区修行困难得多 我就算再怎么努力 想要化作人形 千年光阴也是要的 木珠无言 正要再开口 杨开抬起枝条打住 宽慰的话就不必说了 我先想办法 看能不能出来 这般说着 布老树又沉洁了下去 两个木铃在一旁 言巴巴地望着 不大片刻功夫之后 布老树上 传了杨开神魂的气息 紧接着 那肉眼可见的神魂之力 竟真的从布老树中飞翼而出 重新化作杨开的模样 只不过此时此刻 杨开的脸上还有些心有余悸 更有些若有所思 这一次炼化和摆脱布老树 都是出乎意料的简单容易 好像根本没遇到什么阻碍 不像以前数次尝试写无门而入 搞得他以为那个传说是假的 现在和以前最大的差别 就是没了肉身而已 这么说来 想要炼化布老树 确实是需要破而后立的 只有彻底摆脱肉身的束缚 才能真正地炼化布老树 以前自己有自己的身躯 是以不具备炼化的条件 一念至此 杨开苦笑连连 且不管那传说是不是真的 纵然要除了自己之外的人 得到了布老树 谁又会去舍弃自己的肉身 来炼化它呢 也就是这次机缘巧合 自己肉身被打得粉碎 实在没办法了 才会来做一份尝试 结果轻松成功 若是如此的话 杨开眉头紧皱陷入了沉思 眸子逐渐明亮起来 某一刻 他似是下定了决心 开口说道 我出去一下 这般说着 神念涌动 一头扎进布老树中 消失不见 再片刻 布老树抖抖枝条 竟从药原之中破土而出 光秃秃的枝条扭摆着 破弓而去 瞬间出了小旋径 虚空之中 温神莲所在 一株一人高的小树 凭空出现 两大天地至宝 这还是头一次 以这样的方式 彼此相遇 温神莲从来都是 纳于杨开的石海中的 以前也没这个机会 伸出一根枝条 将温神莲裹起来 那七彩的光芒 将整个小树笼罩 庇护着杨开的神魂 不受虚空之力的影响 以人高的小树 散发着澎湃的生机 在这虚空之中穿梭 所过之处 似受到了那生机的牵引 一片片碎周 一块块残肢 四面八方 飞舞汇聚而来 不大片刻功夫 便将布老树彻底包裹 而放眼望去 布老树很快不见了踪影 穿梭在虚空中的 赫然就是一个巨大的肉球 那肉球由无数块碎肉组成 看起来怪异到了极点 可从肉球的内部 一股生命的气息 正在徐徐诞生 杨开欣喜若狂 万美想到自己的突发奇想 竟真的有了作用 随着时间的流逝 那肉球越来越巨大 逐渐化作了一个直径 几十丈的庞然大物 而从那肉球内部 一声声沉重 而缓慢的咚咚声 有节奏的传出 随着声音的起伏 整个肉球都在轻缓的涨座 欲知后事如何 婚姻继续收听《五恋巅峰》 第3202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